我们可以获取到文档里面的节点 修改文档的节点里面的内容 还可以去创建新的节点 然后再把它插入到文档里面 创建新的节点 我们可以使用CreateElement这个方法 来创建元素类型的节点 CreateTextNode可以去创建文本类型的节点 然后用AppendChild或者InsertBefore 去把节点插入到指定的地方 下面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那么在这个列表里面 添加一个新的列表元素 我们先去创建一个元素类型的节点 给这个新创建的节点先起个名字 叫它NewMember 然后是用DocumentCreateElement 在括号里面输入想要创建的 那个元素节点的名称LI 这样子我们就创建了一个LI元素的节点 下面我们可以给它去添加一点内容 我们可以直接设置它的InnerText的属性 或者我们也可以去创建一个文本类型的节点 然后再把这个文本类型的节点插入到新创建的LI这个元素里面 这个节点的内容叫做章三 下面我们可以使用AppendChild 去把这个文本的节点添加到之前创建的LI这个节点里面 要用这个NewMember的AppendChild的这个方法 在括号里面指定一下要添加的那个东西 也就是我们新创建的NewMemberText 最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创建的LI元素 添加到文档里面的某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先去找到这个ArticleList类所在的元素 再去调用它的AppendChild的这个方法 添加的东西呢就是这个NewMember 现在在这个文档上会出现新添加的这个列表的内容 AppendChild只能把它作为最后一样东西 添加到指定的节点里面 那么如果你想要去插入到别的地方 我们可以使用InsertBefore 在下面的视频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方法